科办办公室的监听疑云了 检方在20号根据通联发话的位置 锁定了两名曾经接触过 科办大楼电信分线箱的业者 而现在是发现了 在监听事件爆发后 业者实在改变了联络的方式 所以把这两名业者 带回北检来征讯 晚间是改列了防害秘密罪被告 检察官是向法院声压 在凌晨3点的时候召开了积押厅 另外全案还有一名关检人物 预计在清晨的时候也是到谈 一楼那条线其实就是搭在 我们的九楼的线上面 这个月四号晚间 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未在建国北路的办公室 传出遭人监听 十点半前后的时候 工作人员回报张老师 张老师回报办公室 那我们是透过赖群组讨论 所以赖群组讨论的时候 11点01分就已经全部贴落 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都贴出去了 监警查证后在三楼电线机房 发现一条俗称 老鼠尾的视化垮接器 经过一番调查 早就锁定两名曾经到 柯文哲办公室检查 电信线路的业者 监听事件发生之后 不但更改联络方式 还改用简讯联系 行径相当可疑 21号就根据通联法华位置 锁定两人行踪 从宜兰带回台北侦讯 两人被隔离讯问 虽然声称确实曾到大楼检测电信分线箱 但不知道那是柯文哲办公室 回家看了电视才晓得 不过检方并没有才信这样的说辞 将两人列为妨害秘密罪被告 并向法院申请积押禁件 凌晨3点召开积押亭 另外全案还有一名关键人物 预计清晨约坦导案 综合报道